確實買了這一台 也花了我們不少錢 那未來當然 這個品牌就完全不考慮 不好意思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化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在 台中的烏日高鐵特區這邊 今天有一個車主要來分享他的 一個 經驗 哪一台車 向來講過很多次 就是這台BMW的X4 白色的 超帥的 進去看一下 小當家 這台車我算是 也算是 做很多次 所以應該算是 也算是蠻熟悉的一台車子 然後上一次 你有來分享 這個車子的一個 開起來1萬公里的感覺 還有保養的這個過程 對 我們之前有這個車子 1萬公里保養的時候有回去 那現在做了多少 現在是多少里程 那是24040 240 30 這等於說你才開多久而已 就已經開了240 7個多月 7個多月開了240 我一個月要開3000多 所以應該是3個多月就會保養一次 差不多 所以這次算是 已經做了第二次的2萬公里保養 對沒錯 總共花了多少錢 這一次的保養 花了大概1萬2千040 1萬2千多嗎 上次是8千多對不對 對沒錯 那這樣這一次多了多少錢 多了什麼東西 這次大概 這一次它是跟我講說要換冷氣的濾網 所以冷氣濾網 冷氣濾網是4千多塊 每2萬換一次冷氣濾網 它是有跟我講說 有建議我要不要換 我是覺得有味道 但是很多網友 我後來爬文 很多網友說 那自己換很便宜 但是已經換了沒辦法 下次我就自己換了 4千多塊 對所以我是完全沒有三單 就是1萬2千040塊 那這個價錢你能接受嗎 當然還可以 但是我相信好像可以再省一點 可以再省一點 假設我們多花一點時間就有辦法 那就是又多開了1萬多公里 這樣子整個就是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你覺得不是很滿意的地方 輪胎的磨耗是不是特別快 對我覺得我的輪胎可能再過沒多久就要換了 我感覺啦 因為這個是試壓續跑胎 那它的磨損我覺得好像已經快到了那個要換的一個線 因為我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很多BMW車主 第一個反應也是這個 因為它的車子 它車子很會跑 開BMW車子的人不會太溫馴 所以它應該在 在開的時候那個磨耗應該蠻重 所以輪胎第一個首當其衝 油耗是不是也不好 油耗我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也還好 也還好 然後還是可以接受 OK好 那你是怎麼面穿這麼白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啊 大家都知道我全國跑 那停車的費用應該很高吧 推薦大家使用遍布全台多有停車場的跨區停車服務喔 只需付一個停車位的租金 可以享受五個停車場的生活圈 我在台北市選了一個 在我家旁邊也選了一個 在中正義文特區也選了一個 每個禮拜去台中賞屋 所以在台中也選了一個 常常去高雄玩都沒有停車位 也在飯店旁邊選了一個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停車場 官方只針對頻道粉絲提供優惠喔 優惠額度非常有限 歡迎有需要的朋友 千萬別錯過囉 主要是這樣啦 我個人覺得啦 我是遇到了一個狀況 你遇到了一個狀況 我應該這樣說啦 我們好的不好的都要講 好的部分是包括我去了 昌衣啦 彰化的昌衣 或者是說台中的復興保養 服務啊 這些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有什麼服務不就保養 當然昌衣的部分有 讓我一點小問題的部分 就是說它那個那個叫什麼 防鏽油弄的整個引擎室都是 這個是小缺點 我覺得這個可以乾淨 這個還好 那個復興這邊 復興廠這邊就弄得蠻乾淨的 整體的服務我覺得不錯 你說那個上次你打開引擎蓋 然後打開後發現裡面全部是黃油 對對對 油粒粒了 以為漏油嚇一跳 後來我又回廠問 他說不是這個是那個 防鏽油噴的 我說你用到這樣我就是漏油 而且他就幫我擦乾淨 擦乾淨就好了 就沒問題了 那當然我這次會想有一點小 等一下我先問一下你為什麼要從 彰化跑到台中去保養 是彰化保養的不好嗎 沒有剛好那個時候我就剛好也在台中 所以你沒有固定保養廠 你就是看哪邊方便就去哪裡 對對對 反正都原廠 都原廠 好那你說這一次你是怎麼樣 這一次有一點點弄得不是很開心的部分 我覺得邊哪裏的車 我買來到現在也好 我覺得都沒什麼大問題 也覺得都很順 來踩也很有力 懸吊也都是做起來都很不錯 很不錯 但有一個我覺得蠻不開心的事 蠻不開心是怎樣 我不是跟一個業務買車 不然你要跟兩個業務買 對我們就跟一個業務買 但是遇到一個狀況 我之前不是也有分享說 就我買新車但有舊車 舊車有一台要做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貨物稅退五萬塊那個 那個部分 舊換新啦 舊換新的五萬塊那個退稅的 那後來我就是 應該說我問了業務 那業務給我的一個回饋就是說 他把那個list列出來說 需要給他什麼 正常來講是不是 像我爸是開Toyota的 他當時就拿一個來源 那台車的來源給Toyota的業務 然後這些全部都搬到頭 我爸也沒有跑 就是一條龍幫你處理到好 對 然後業務就全部幫你處理到好 對 但是我後來就是找這個業務 他就列list給我 他說那我現在要怎麼做 他說這些要全給我 那我就想 那這些要全給你 不就是說這些我全部都要自己去跑嗎 因為我也只有一個車子的來源 所以他說對 所以我就拿著這些證件去跑 那你跑了什麼地方 我跑了監禮站 我跑了三次 因為他跟我說要什麼 之前的那個行照 那個行照 因為我爸已經把牌子 車牌已經沒了 車子沒報廢 但是已經停牌了 所以變成說這些東西要資料嘛 那我就去自己跑了監禮站跑了好幾次 但是就沒有 行照也沒了 反正他就跟我說 一定要行照才有辦法辦 所以意思是從頭到尾包括這些資料的東西 全部都我去跑 包括什麼 汽車報廢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業務跟我講說 如果是我們幫你跑的話 就不會有一些問題 我先說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 我剛開始在辦的時候 反正就是一直說缺東缺西 他一定要補齊 好我最後補齊了 他第一次說什麼缺 就是我說的那個缺行照 他推薦 我說好 那我就想辦法 到底要缺還需要補什麼 後來就是一個 異動登記書那個繳上去就可以了 補了之後沒推薦 我以為就好了 那個時候是在去年的12月 12月9號 這些東西弄好給他了 然後 過了大概到了這個月的時候 5月初的時候 他才又突然跟我講說 沒過 等一下你去年給他資料 那你到今年才 對今年的就是這個月 我心裡就不是很開心 我說你怎麼會這樣 那原因是什麼 你可以跟我講嗎 他說 那個海關那邊跟我講說 跟他講 跟他們的總代理講 說 那個 就是那個報廢車的那一個公司 資料沒上傳 我說資料沒上傳 後來我就去找了那個 報廢車的資料 有啊有上傳啊 他說那我不知道 業務這樣跟我說 他說他不知道 說那 我要問誰 他說那我不知道 反正你又不是給我 他的意思說 如果你都給我們辦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心裡想 靠邀 不是你叫我 要先把這些繳起嗎 應該是這樣講 一開始 他跟你講說你要 自己去找 拿到這些資料 收集好這些資料再來辦 結果後來 你收集好這些資料了 辦不過 他又跟你講 如果你全部交給我辦 絕對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是怎麼 鬼打槍 很多人跟我 我後來 其實因為 因為這件事情 我跟那個環保公司 有一點點 因為我以為是他們的問題 剛開始 就是有一點點 衝突 老闆就跟我說 年輕人 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真的有幫你上傳 他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是因為業務 可能你沒給他辦沒有錢 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你幫我弄好了 我可能會包個 蓬包給他 我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 這個業務讓我最不開心的地方 就是說 我問他他什麼都不知道 我說我不知道 那個我不知道 那我就說好你不知道 那我自己來處理嗎 你給我你們那個窗口 他說不行 我不能給 我說 為什麼不能給 他說那個 你的窗口就是我們 你不能直接找總代理 我說好 那問題在哪裡 你們給我的問題 說是他 什麼 什麼資料沒上傳 他有上傳啊 他說那你可以 給我海關的聯絡方式嗎 他說也不行 不然現在要怎麼處理 他說那我不知道 就是 不然你是在過大槍喔 你問他 他說不能給你 他B不能給你 那我現在你不給我A 也不給我B 那我要怎麼辦 我不知道喔 對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非常不爽 老實講 我還說 你什麼不知道 那我能找什麼 他就說他很委屈 他說我都幫你處理 這叫處理嘛 北屯區的 北屯區的BMW 反正我覺得非常不爽 我心裡想 五萬塊 我要處理 有沒有處理半年 而且 從頭到 問你什麼你什麼都不知道 最後 我怎麼做你知道嗎 最後 我自己 上Google 去查說海關的電話 我找到了基隆關 基隆關跟我說 那個 是台中關的 好 他就把台中關的電話 直接給我 我就聯絡到台中關 我就把這些事情 描述給他聽 我說到底是哪裡出的狀況 結果是什麼問題 就是說 當時 我這台就舊車報廢的時候 報廢的時候 他跟脫掉的時間 不是同一天 他系統就會察覺有問題 所以這個要需要人工來審核 才會通過 就這樣 好 我一通電話解決 那個業務到底是在爭執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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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為什麼這麼火 的原因就是說 我怎麼覺得說 我聽到 邊打入業務 每個都很傲慢 到底是怎麼樣 我應該這樣說 很多人跟我說 你是不是 撲價撲很多 我會跟你這樣說 我當時去買的時候 我說 我連比價都沒有比價 其實我也可以選賓士 我也可以選奧迪 你就是那種人 俗稱的盤子價對不對 不是 我可能自己有一些想法 我覺得說大家交個朋友 你有需要的時候 因為我在做不動產 你有需要的時候會找我 所以我也不為難業務 業務不為難業務 但是我 沒有想到他的服務這麼差 太離譜了 問什麼都不知道 不然我是沒有一台 60萬的車而已 這個問題 雖然不是很貴 但是我感覺就是很不爽 問題是人家就換新那個 可能買一台60萬的車 他也幫他處理到好 我爸是 一張做好 那個Toyota也沒有 從台北來到街 你們旁邊 你們在創什麼 我看都沒有 老實說 所以我說實話 車子 我覺得沒問題 包括這些 保養廠的服務 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業務很有問題 就因為他 他我從此絕對不會買BMW的車 所以真心話不花錢不用問 不用問 不推薦因為他也不太懶 所以是全部業務都這樣 還是你比較早沒遇到 但我聽到了很多業務都這樣 也都這樣 但我覺得 有時候這樣 是對其他業務不公平 如果你覺得你服務很好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因為也有朋友說也有不錯的BMW業務 他是賓士業務 也有這樣 好 也許是這樣 但我遇到的是百分之百 問一下 問什麼都不知道 但我真的覺得 非常火大 就因為他 被囤營業所 沒錯 其實我覺得 這個跟主管有很大的關係 聽說他就是主管 他就是主管 那他主管都這樣子 那他下面肯定也是這樣 只想賣車 因為BMW的車子好 所以 業務其實躺著幹 就可以賣車 所以 他也不太需要重視後續的幫忙 反正你要買就買 不來就算了 要買BMW 全世界 只有我們這種車 叫寶馬 所以你要買BMW 你就只能跟我們買 沒關係 我可以買冰士 我也可以買保時捷 我也可以買TOYOTA 我也可以買TOYOTA 就是不想買BMW 就因為他的態度 所以一個公司的門面 就是這個窗口 就是業務 業務員代表著整個公司的形象 所以今天讓這個 車主這麼的不爽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應該是讓他說 反正這一台開完之後 我們也不是非常有錢的人 確實買了這一台 也花了我們不少錢 未來當然 這個品牌就完全不考慮 不好意思 完全不考慮 而且你已經開了第二台BMW了 你開了第二台BMW 結果對他的印象 就到此為止了 不會有第三台 不會有第三台 OK好 我們大家對於BMW的印象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老實說我對BMW的印象 沒有這麼的極端 因為我沒有買過 但是也是類似 因為借廁所的時候 那個臉色不是太好 好 那我們今天感謝 小當家的分享 如果你也遇到類似的狀況 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 不冒險 因為我爸這台行車紀錄器 用沒多久就壞了 而且他的車美式 也沒有到車嫌疑 所以我準備幫他安裝 這一台HPS750 先掛上行車紀錄器本體 接下來來安裝後鏡頭 簡單嗎 完工了 超感動 前鏡頭 上 下 後鏡頭 上 下 總浪貨可以直接丟掉了 金